经营派对房间和洗衣业等业界 批评政府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 未能够位及他们 亦有补习写话资助不足 派对房间、洗衣业、运动教练等行业代表 在立法会议员陪同之下见记者 他们说政府先后两次推出防疫抗疫基金 都没有支援他们 要求当局发放额外的现金资助 那间厂为例都几百人 细厂都几十人 我们强映政府请了很多伤残人士 整个洗衣业会间间都有 我最多请二十几个 到现在我一个都没炒 是不是我们要割肉给他们吃 其实主要最重的质就是在租金那里 因为有些真的交成六位数字一个月 如果你这样停基本上接近这个月是零生意的 超过我想大概四千至五千的全职 加上兼职的一些从业员 其实主要就是可能很多人面对着 就是本身翻开party room的 他们可能面对着没有公开的问题 即使在第二轮基金 每间的补习社获发放四万元资助 业界亦都说援助不足 教育中心联盟近日用问卷访问 五百间教育中心 九成三的受访者说 就算有资助都会在三个月之内倒闭 保安和清洁工会也都有不满 他们说政府首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前线保安和清洁工 每人每个月有一千元支援 为期四个月 但就只限私人住宅和商住两用物业 未有涵盖公园、医院和娱乐场所 而第二轮支援措施也未有保留 要求当局放宽津贴范围和名额 母亲电视机者关可为报道 感谢观看